大家好,我是Andy,今天是2023年1月24日,星期二拍片和大家跟進幾個市場的技術走勢和波浪分析 首先看看恆子近日的走勢 今天是沒有開始的,但也看看外圍指數的走勢如何 先看看現貨圖,看他一直上來,11月開始上來的浪 都維持了很久一段時間,看到STC都一直在超賣區上面 他不會永遠都在上面,他有去到某些位置,他應該就會下去 他去到某些位置會下去,要去到一些比較大的阻力位才會下去 所以現在看看他的比較大的阻力位大概在哪 首先他的周線,STC已經超過波浪分析 還未做四叉,但時間上已經去到13轉折 時間上就是13轉折,即是這個星期 下支巴就13轉折,只不過是計算最底位的那支巴 即是說如果是最低的那支巴不算,這樣數下去其實是下個星期 還有機會高位再下個星期也還可以 看看周線圖 看見到周線圖之前就說到 在2018年那個高位跌下去,33000那些位 可能是走一個WSY 走完WSY之後呢,也有兩個,普遍有兩個可能 第一個呢,走完WSY的調整完 然後就會走一個1,2,3,4,5 可能又要挑戰這些高位 第二個可能呢,就是走一個SS浪 然後走完之後呢,又再破底 這樣才真正的底,再上 所以現在假設他呢 都是先假設他是一個SS浪 就要留意他現在,就是說SS浪 很多時候都是跟S浪有關係的 也都比較普遍是1比1 就是說有機會去到 有機會去到24600幾 這個SS浪 但是SS浪都有分做ABC 所以他A就不知道會不會 這個SS浪就這樣做完 也有這樣的可能 但是如果他分兩部分去做 就是分A和C去做 可能ABC 可能會是這樣的 所以看到兩個星期 三個星期前呢 已經站穩了 這個0.518這個比例 所以他應該可以去到0.786這些位 就是22491這樣 時間方面就是13個星期 也要留意著 有時第14個星期 都有機會做一做 掛線動作 就是還有高位 一直升上去升到13個星期 然後第14個星期 再有高位 但第14個星期 就是出現收 收入暗足 這樣 主要都是留意著 那個比例 另外就是 看看一些 MA 因為MA很多時候都會做回 轉向 看看貴線圖 看到 貴線圖 他那條8MA 就是22463 所以大概會升穿多 通常升穿少少 大概22500可以去到 所以22500 左右 可能就開始會縮下來 因為這個是貴線 看看會不會這條MA 就是22500以上的位 看看會不會就做了今季的高位 看一看 月線 月線也有一條MA 就是21 22400 就是大概22500 那些位 有機會升穿一下22500 所以都比較 重要的位 都是這些位 內周線就是有條 89MA 那些位 還未到的 22600 所以應該就 那個比較大的阻力 應該就是22500 22600 那些位 就應該比較大阻力 那如果他站穿到22600 那這條89MA 都站穿到 那下個位 就是 下個位就是144MA 那就是 24000 那些位 那所以都要留意著 但是應該未必 未必說 這一浪 未必去到 因為他 這個浪 應該有時間性 比較像是13個星期 那 所以就 那 最先多一兩個禮拜 就13轉折 然後 就 看看能不能找這條 MA 站不穩的話 應該都要轉向 那 用IG看看 周線圖 我看到之前 這裏 有兩個阻力位 連了一條 阻力線 這條阻力線 已經站穩了 所以 阻力方面 這條線應該沒什麼作用 變了就是 要留意那個 周線 89MA 那 他的IG 就已經是到了 但是現貨就未到 現貨就未到 但他都未必說一到就馬上轉向 他可能都要 看那個 試一下 3MA 有沒有支持 如果家裡不找3MA 這樣才大機會開始下 即是他現在就夾了在這條89和3MA中間 那 他 暫時好像是 受制 但是他下個星期可以再 衝高 然後再試回這條MA 然後又再下 那也還可以 即是下個星期還有一個高位 也有可能 至於數浪方面 如果用IG去看 就13轉折 就有機會是 即已經到的了 13轉折是到的 如果是最低的就知道 但如果用IG去看 正式的13轉折其實是下個星期 然後 即是有時第14個星期都會有高位 即是過這個浪的高位 應該就 要是下個星期 或者是 再下個星期 即是最遲 應該就是兩個星期後 會出個高位 至於數浪方面 現在就有機會 如果浪是由這個位這樣數上去 如果這個數法 就已經是 接近完的了 1 2 3 4 又見到是5浪1 5浪2 5浪3 5浪4 5浪5 那5浪5 就要等它收音觸確認 但它還未收音觸 即是說它還要 在這裏上去 是要收音觸 才確認到它這個數法是完 5浪就出齊了 另外一個數法就是 這裏是1 這裏是2 這裏就是3裏面的1 2 34 5 即是這個是3 但也要它收音觸才確認到它是3 3 那就會有個4 但如果它走個4之後 它一直都不破頂 那就要留意 它這裏可能 是一個A B C 那就差了 因為A B C 完了之後 就 這裏有兩個可能性 第一個可能性 就是直接破底 第二個可能性 就是A B C 加上一個 調整浪的其中一個部分 A 回到之後再上 但最終還是要破底 所以如果這裏最後真的出了一個A B C 那就和A6浪的A 就是可以吻合 所以就留意它 究竟這裏收音觸後 它回下來這下 會不會再破一次 如果它再破一次 就 起碼知道會 還有一個高位 即是無論這個是1浪2浪也好 還是這個是A浪也好 但是後面還有高位 但是當然也會回到這裏 可能一半 或者最少可能連0.320 才再上 所以現在就要觀察它 究竟是 首先要收音觸 音觸之後 回下去那一刻 會不會再破頂 如果回下去不破頂 那就偏向利彈比較多 但是破完頂 下去那一刻也不會破底 再上一刻 所以 現在就要看它什麼時候收音觸 可以看月線圖 它那個MACD浪的一個 retracement 即是它由這個位置四叉 落到下面 它會做反彈 如果這個是反彈浪 它會和前面這個MACD浪 會有一個 retracement比例的關係 看到它一半的位置 就會是 22800多 所以如果這個是一個 對應這裏 這個跌浪的反彈浪 它可能先穿一下 22800多 那些位置 就有機會站不穩 然後下去 下去 下去下面 如果短線 就看回 就是初步的位置 就看回 對上的比例先 就是20800多 這裏 這個中間這個位置 有2000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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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它可能會上到這個比例 墨下面這個比例 如果家裡也穩 有機會再上 但如果家裡不穩 的話 又會再下 這樣 那就是 可以參考這個 retracement 這個看法 這裏 見到4小時圖 它的MACD浪上去 接著就開始 到這些位置 開始上升動力減弱 上升動力減弱 它也會繼續破頂 只不過是 它的升勢 開始沒有升到那麼多 留意到它的 那個 那些飲足底 就是說可以當它是 移動支持 這樣 都沒有收穿 所以就沒有太差 最近那個 就去到這裏 去到這個位置 22200多 如果收穿的話 就差 這個位置 這支楊竹的底部 我看到是22259 左右 22260 左右 如果掉了下去 接著收穿在下面 那就很差 整個浪 可能會轉回去 但是否則 如果沒有收穿那個 如果那個位置沒有收穿的話 它也可以回一回 然後再上 去到可能22500多 22600的位置 才是比較大的阻力位 所以 就可以留意這個位置 日線圖 什麼時候收音竹 因為這支 還沒有收 這支 還沒有收 可能今天最後 就收羊竹 繼續 由這裏的 先浪 繼續 直到收音竹 才有機會轉向 看看道指 道指連線圖 看到它的連線圖 它就好像 肉眼上看下去 好像是試過 3A 其實就差一點點 好像是 看看它的高位 34342 和34371 就差幾十點 數字上還沒有升穿 但是 觸眼上 可能有時候也差一點點 也 是接受的 即是它可能現在 就當是升穿了 回回去 下面 應該不止 如果要下去 就不止5NM 可能會去到8NM 這樣子 上年是收音竹 今年 都 似乎是趨向收音竹 就用IG 可以看看 用IG 看看它的周線圖 現在都覺得它還有機會 在走一個 C1 C2 C3 C4 C5 C3 C3 所以就看一看日線圖 看到它 C1 C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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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C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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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C4 C5 C4 C4 C5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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C6 C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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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Cx5 C6 C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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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вой 如果他就算再上都未必會站得穩0.6-1-8 就是他可能會再試一次再下 又或者現在看到他0.5也站不穩 可能現在就直下去也可以 就是他反彈上去A B C 就有機會完了 看回Histle圖片 看到這麼大塊也有機會是 真的完了反彈網 下回到下面 滅到手掣了一些MA 看看 看看蠟子 看看蠟子的日線圖 他也是在做反彈 但他的反彈就分成 他首先去到0.6-1-8 看看他的反彈 他的反彈首先去到0.6-1-8 然後就站不穩 但是去到0.3-8-2 又有支持 再上去到0.7-6-4 0.7-6-4 首先是比例 然後有一個MA 所以有機會做到他轉向 MA加上比例 有機會做到轉向 如果他轉向 他依然是反彈 會跌穿這個底 因為他也沒有升穿前面的頂 所以還是可以這樣去 向下數 如果他跟回道指的走勢 就是這樣看法 他稍微是有些 他看上去 好像有些利好 好像升上去 那道指 會不會說他上去 但道指又下 這樣就 這個當然就排除不到 但是我覺得 比較難一點 如果覺得比較難一點 因為他站的MA都站得很穩 看到周線圖 他每次都站到這條MA 這條是2-3-3MA 周線圖每次都站穩 只能夠說他還未太差 如果站得穩的話 在這些位置看好 就比較好手 但是他又上去上面那些MA 你看到也是上去上面那條 55MA 這條應該是34 對 34MA 今個星期還未收 如果今個星期收了 在這條34MA上面 那又會 好像麻煩了 因為他之前站不穩 但是現在又多穩 但是道指方面 又比較似是跌的 比較多 機會就比較大 那又 如果配合道指 他應該今個星期 如果收在這條34MA下面 那又比較配合道指 就跌回 看看會不會稍後失守這條MA 但是呢 始終未失守 就不可以說他將會失守 到真的失守了 才會 是比較大信心 可以去到下面那條MA 只能夠說 如果現在這些位置 看淡 就不應該升穿這條 這個頂 因為現在的數法 就是這樣 向下的1 2 3 4 5 所以只能夠說 就不能夠升穿這個頂 如果是向下數的話 看看黃金的走勢 黃金看看周線圖 他就 跌了34個星期 由這個位 2078這個位 跌了34個星期 跌了34個星期 跌了35個星期 這條應該是233MA 因為233這個數字都比較大 所以轉向機會都很大的 然後呢 反彈了13個星期 究竟會不會又是這些 Fibonacci數字轉向呢 也都相似的 他34轉過向 可能這次轉向就是13個星期 所以也要留意,如果这个周期生效,也可能是下周,因为下周是正式,正式才是13,不计算最低那支,下周才是13,所以也要留意,差不多去到一些转角位了 用IG看看吧,看到这个周期曾经下过去大概1911的位置 通常如果他要收阳速的话,他通常发上发落的时候,他很多时候上个开市价以上和以下,通常都差不多波幅 有时候比较粗略地计算,其实是可以这样计算的,他开市价,看到开市价就是1926,最低到1911,即是他跌了15元 只要把15元加上26,即是1926,就算到今周有机会去到高位,1926加19,即是1942左右 所以看见到今周暂时是1942,即是他已经是用这个粗略的计算,其实是满足了 就是说他今周回了多少呢,可以升回多少呢,这样的意思 如果根据这个转换,他曾经站稳了0.618,他有机会去买1963,即是0.764的位置 理论上可以去到这些位置 他曾经做过调整,今周一开的时候,他做过调整,所以可以量度一下 量度一下就大概知道他是有机会去到哪些位置 看见他的调整都没有收到1比1下面,所以就不能说他去到1908那些位置 看见他的调整都是1比1,站得稳的,即是1918那些位置 他4小时图收得稳,收得稳就不能再看淡,就不能再看淡 而且他有一条MA站得稳也有34,之前一直都是站着这条MA上来 之前也是站着这条MA上来,所以这条MA也没有失手 然后这里的量度的调整浪,1比1的位置也没有失手 所以就可以最少破上周的顶,即是1938那些位置 1938那些位置 也可以透过那个MACD浪去量度一下 我拿回这里,这个MACD档,看看他一些量度阻力位会在哪里 看到量度阻力方面就是1943,1953这些位置 暂时已经阻止了他,很难说去不去到1953,因为他要站稳1943 那才会有大机会去1953 现在这些位置就去到周线的13转前,所以也要留意 他随时在这些位置转向也是可以的 所以现在就偏向在那个位置,看淡会比较好 看一看原油,看看原油的连线图 看到连线图,即是用一个粗略的看法 就是说他今年的狭隐线有多少,可能会升回这么多 所以就可以看一看,开市和最低是相差8元 即是说今年呢,最高他可能会去到88都有机会 所以这点要注意 即是说他可能会弹到上去88,才再下跌 但当然这个只不过是粗略的看法 但当然这个只不过是粗略的看法 这个只不过是粗略的看法 这个只不过是粗略的看法 用RG看看 先看看他的月线图 先看看他的月线图 看到月线图 他上个月因为收了羊竹 他上个月收了羊竹 所以今个月呢 都是有个动力是想收羊竹 但现在去到差不多月尾 差不多月尾 就呈现羊竹 呈现羊竹 到最后收不收到羊竹 都好看市场的反应 首先要 就是他起码做到是 起码做到是呈现羊竹这个动作 他也试回0.382的比例 就是前面的星浪 他又再试回0.382的比例 就是说如果他今个月 又起不到0.382以上 其实都是比较看淡的 只不过是做了两个月的反弹 如果是这样 所以都是暂时 今个月 比较大的阻力位 都是82元以上 同时他的位置 其实也是5mm的位置 他之前收过在 82以下 所以如果这样看 他最终都要去到67.7 只不过是 可能跌得久 所以做一些反弹 如果根据STC的看法 可能现在是B 就是AB 因为金叉了 所以是B B 下C MACD会再下低 之后他还有C 但B浪 反弹完尾 这个也比较难说 根据刚刚的连线图 比较粗略 估计他可能会彈到88 也还可以 就是彈回到这些位置 再下 也都可以 究竟能不能彈到这么高 这个也是比较难说 A浪 B浪 A浪 B浪 A浪 B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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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 B浪 C浪 再收音 有机会是反弹完 下去下C 如果他再弹高一点 都是看 一些比例的位置 最基本的20%就到了 看看他会不会去买0.236 即是如果他再弹高一点 他可以去买83.93 如果他再弹高一点 如果他再弹高一点 他应该是完整的 就下回 67.7 那些位置 看到他反弹的高位就是这个位置 A浪 B浪 C1 C2 C3 C4 C5 即是他也是 复杂了 这个四楼 复杂了 暂时 因为这个位置在高的前面 应该都相似 比较相似 如果这样数 C1 C2 C3 C4 C5 应该是完整的 所以如果看淡 就要拿回这个位置 做指示 如果看淡的话 也就是 铺它可以是C1 即是铺它由这个位置 A,B,C1 我会跌穿这个底 如果这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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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美元指数 可能是 跌完 转向 转回 上 看看美元指数 看看美元指数 看一看美元指数 看到美元指数 短线 就稍微有一些 利好讯号 看到他 这里 这个底 最低的 最低的 就是这个 金叉 这个位置 之后 再下多一层 看到他也没有再破底 也没有再破底 如果他 如果他 能够收穿 上面的位置 左腿位 收穿 站上去上面 可能是 或者 站在这里 这条 MA 转回 下 转回 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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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转回 下 比较久 也有些 底背似 MACD 有底背似 日线的 Histogram 已经转到 红色 可以 在红色 转回 绿色 有机会 就是说 他现在就很似 有些建底跡象,日线四支阴竹之后,转回阳竹,然后没有破前面的底 这里可能是暗地里建立的一二浪 即是可能今周要收阳竹,如果今周收到阳竹,应该是转回阳竹 这里时间上比较久的调整可能就远了,转回上去 或者最少也做回这里的反弹 如果是这样就比较配合到刚刚的黄金,原油和导致 都是比较偏体淡,还有恒指是到13转折,有机会转回 种种的迹象都好像是,原子数可能是这些位置上得回去 今天这条影片也拍到这里,终于可以给个赞,订阅,youtube 可以发现到欢迎分享给朋友看,也可以考虑赞回youtube的会员 或者patreon的会员,我们明天再见,拜拜